好的 我们一起再读一次 你们读过这个经文没有 读得好 那我再念一次给你们听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马太福音五章九节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圣灵你给我们智慧 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需要你 天上来给我们的智慧来生活 我们活在一个有冲突的世界里 你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成为 逃你喜悦的孩子 主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 你也要我们活出你儿子的形象 以圣灵来引导来带领我们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的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就代表什么 这个世界有冲突 对吧 要不然你使谁和睦呢 大家都很和睦 谁能使人和睦 可见这个世界有冲突 当父母的都知道 最麻烦的一个小孩的问题就是 谁谁谁在学校打我呢 请问你当父母 你怎么回答你的孩子 当你听到这个问题 谁谁谁在学校打我呢 怎么处理这个冲突 打回去对吧 打输了别回来 OK 这是一个处理方法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报告老师 对吧 还有报告老师 所以我们不论如何 你想要过一个平静的生活 我们就活在这个 充满冲突的世界里面 有一个丈夫出差回来 她已经好久没吃 好几天没吃到太太美味的料理了 毕竟这出差都是吃餐馆吃多了 想吃家里的饭菜清淡一点 但这个太太在家里面 煮饭已经煮了好几天了 想趁老公回来 一起去餐厅吃饭 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在家吃还是去外面吃 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 对吧 但我们都知道 冲突就是从这么小的事情开始的 如果妻子一直坚持要出去吃 不想煮饭呢 丈夫就开始抱怨了 对吧 我餐厅吃腻了 想吃清淡一点的 然后妻子也开始抱怨了 你不在家的时候 我已经忙得够累的 你就不会为我着想一下 我天天煮饭 你就不能陪我出去吃一顿 丈夫的回答通常就是 开始说我们得注意一下预算吧 对吧 这个就来了 吃餐馆太贵了 然后妻子就会开始 你买新电脑的时候 就不觉得贵了 听过这种conversation吧 还是你在家里面 已经repeat过这个conversation 然后就从一个吃饭的问题 变成你很自私 你不体贴我 你根本就不爱我 家里的事情都是谁的责任 丈夫就会说 你无理取闹 什么时候不爱你了 什么电脑都扯在一起了 然后家里就开始大战 冲突 冲突是这样开始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 感觉很小一件事情 那我们怎么处理冲突 上帝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这怎么应用 耶稣这八福或者是九福 我所说的这八福或九福 实在每一句都有很多 需要分析来处理 他把很重要的大原则 放在山上保训的时候 讲了出来 但怎么使人和睦 我在查这卷书的时候 看到有一本书 这些经文有一本书 叫做Peacemaker 或是Peacemaking 使人和睦 它是一个 Grand Rapids 一个baker bookstore 所出版的 它里面开始应用 相当好的一本书 我觉得值得推荐 就是叫Peacemaking 应用这个原则 使人和睦 不容易 它里面提到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我念给你们听 你别想进来 Frank隔着门大喊 Frank说 我有一根球棒 谁进来我就打谁 来吧 打开门 Frank Jill 他的哥哥 Jill从这个门口回应到 我们只是想跟你谈谈 珍妮她的姐姐说 这已经失去控制了 拉着Jill 要说我们走吧 然后珍妮说 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律师 打个电话 让他跟Frank谈谈 但是这个房产经纪人 和买家 将在十分钟之内 到这里 赶到这里 他如果不能进去看房 交易就会失败 但是如果他进去 Frank拿着球棒打他们 这个交易也会失败 这个珍妮就说 我现在就打个电话 把会议推迟到 我们能对Frank 做什么之后再说吧 这个见面到时候再说 好吧 Frank说 我不会让他永远 耽误这次的销售 你有两天的时间 让Frank离开这里 整理 然后再来两天后 我会带我的球棒回来 我相信约翰和马太 很乐意加入我的行列 这个乔 这个Joe就冲向他的车 用力踩油门 冲出了农庄 在院子里面 还转了一圈 一大堆碎石喷出来 让他发泄他的怒气 这个珍妮在往回家的路上的时候 感到他被困在他四个兄弟中间 自从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 他们就一直在为这个农场争吵 Frank天生下来就有残疾 他一生都在家里面 早些年他的母亲一直照顾Frank 但随着母亲的健康状况恶化 Frank成了照顾者 很少离开他母亲身边 最后母亲在一次中风的时候死掉了 Frank也基本上是崩溃了 所以当他母亲的遗嘱被宣读的时候 没想到事情变得更糟 母亲和他们父亲多年前 给Frank留下了一个信托基金 给Frank提供资金让他生活 在他们的遗嘱中 他们把农场平均分给了四个孩子 现在父母都去世了 Joe、John和Marty都想赶快卖掉这个财产 当他们告诉Frank的时候 他对搬出他唯一居住过的家 感到很害怕 他从小就在这个家里面 一直住在这里 所以Frank一直抵制 在他的抵制下激烈的争吵接踵而来 现在Frank被逼到的孤独的浓舍里面 很熟悉的一个故事 你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你怎么让这些兄弟姐妹们 有peace 有和睦相处 一个很怕搬出去 一个一定 另外几个一定要把房子卖 珍妮跟他的四个兄弟们一样 很需要卖房子的钱 他也希望有一些钱来帮助他的家庭的需要 但他不喜欢强行驱逐Frank的方法 这三兄弟对他的恐惧视而不见 决心继续前进 继续推进 珍妮感到无力阻止他们 然后突然他想起他的牧师 最近参加了一个peacemaking 使人和睦的一个研讨会 所以他给他牧师打个电话 然后当天晚上 珍妮跟他的另外三个兄弟 就坐下来见牧师 然后有激烈的辩论 这个Joe说 牧师 我们要尊重我们妈妈的意愿 我们要遵守法律 几年前妈妈和爸爸决定为Frank 设立一个信托基金 把农场分给我们其他人 作为他遗产的个人代表 对吧 Frank有基金 我们有遗产 我作为他个人的遗产个人代表 我的法律责任是尊重他的意愿 我知道Frank搬出去会有一点困难 但我们镇上也有一个不错的公寓 他很快就会在那安顿下来 但珍妮就说 可是他这样可能会死掉 他可能抑郁症或什么 反正他可能会死掉 他失去的妈妈 已经对他打击很大了 如果我们强迫离开 强迫他离开这房子 他可能会失去他所有熟悉的一切 这珍妮很担心 Frank会出事 马太就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 就这样坐着干等 等到他去世后 我们再来卖房子 马太说 我有两个孩子在上大学 如果妈妈在这里 我肯定他会看到 希望看到农场被卖掉以后 帮助他两个孙子 所以马太说 我也同意旧的观点 我们应该尊重妈妈的意愿 遵守法律 这个牧师就说 我很欣赏你对母亲和法律的尊重 但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考虑 你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 自称是基督徒 我想问你们一下 你们这个处理冲突的方式 跟一个无神论者处理冲突的方式 有什么不同 大家都很尴尬地沉默一段时间 就回答说 I'm not sure I understand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太确定你想要讲什么 牧师说让我换个方法问 在这种情形下 什么对你更重要 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尽快拿到钱 还是向你的兄弟展示基督的爱 蒋约翰说 OK 我明白了 你想让我们成为善良的小基督徒 只对别人让步而放弃属于我们的东西 对吧 牧师说 No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上帝是热爱正义的 他当然希望你尊重父母的意愿 但有些东西上帝更想要的是 看到你们彼此相爱 彼此相待 能够在你们每个人生活中 彰显出福音的力量 就听到就说 牧师啊 这听起来不错了 但我就不知道这个宗教跟分财产 到底有什么关联 牧师说 好 你如果真想知道有什么关联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他们就一起祷告 让上帝告诉你 如何能用一种尊重上帝 和满足你父母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冲突 三个星期后 上帝用他很奇特的方式 回答他们的祷告 三个星期后 整个大家庭聚集在当地的一家餐馆 这个真理想尽了办法 让Frank克服恐惧离开他的家 然后一起带到这个家庭的大晚宴 晚餐里面 他们有十二个侄子 侄女 统统地看着Frank走进房间 坐下来 作为长子 Joe就开始发言说 Frank 我们今天全家一起聚会 是为了感谢你 在这过去的十年里 你照顾妈妈 奉献了自己 我们今天想把这块特殊的匾额 送给你 匾额上面写着 自我们的兄弟Frank 所有儿子中最好的一个 他以无私的爱和不朽的奉献精神 照顾我们的母亲 你的陪伴使母亲的生活 充满了欢乐和喜悦 并不断提醒他上帝的爱 下面签名 Joe 约翰 珍妮和马泰 对一位最出色的兄弟 表示最深切的感谢 匾额送给这个Frank 当Joe把匾额送给Frank之后 Frank的眼睛就流出了泪水 他在Frank还没说出话之前 Joe又递给他一个信封 说Frank 为了感谢你为妈妈所做的一切 我们想送给你这个礼物 这是一份我们都签署的协议 给了你的农舍 把这个农舍 你住的这个房子 作为你的终身财产 意思就是如果你只要活着的一天 你就能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 但是农产旁边的农田 房子旁边的农田我们可以卖 最后这个房子 你过世之后我们会送给我们的孩子们 但只要你想住在那里 我们想让你知道 你就可以住在那里 那就是你的家 所以Frank拿着这封信的时候 他整个累积的情绪终于崩溃了 他几个月的不确定性终于解脱 他开始感恩 他开始流泪 这个Joe是第一次 多年以来第一次抱他的弟弟 这个Joe的十几岁的teenager的儿子 就跟他那个妹妹说 也许真的有上帝 因为爸爸不可能干这种事 和睦 使人和睦 是上帝的特质 上帝和睦呢 是三一上帝自己的特质 也是他对全人类 全宇宙的最终极目的 是使人活在和平和睦相处 希伯来文叫做Shalom 它是一种 我们完全彼此相爱 再也没有隔阂 再也没有争吵 再也没有流泪 再也没有痛苦 我们活在一起 三一上帝永永远远 是这样活着的 父子圣灵 他们彼此相爱 父爱子 父爱圣灵 子爱父 子爱圣灵 圣灵爱父 圣灵爱子 他们彼此三位永远相爱 他们没有任何的隔阂 在洗礼的时候 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 告诉我们 耶稣受了洗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看见 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上帝的灵 仿佛格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父子圣灵 并没有吵架过 这不是我麻烦的儿子 常让我头痛 对吧 父如果天开了说 这个好儿子 常让我头痛 你知道父子的关系 就很大的冲突 圣灵来是以鸽子 是和平的鸽子的方式 偏然降临 在基督身上 当圣灵这样在 使徒行传的早期教会上 还是用火 还有火的形象 可是这样在圣子的身上 却是彻底的和平的鸽子 你知道有火就有洁净的功能 这样在教会的时候 还要洁净教会 用火来洁净教会 但圣子是不需要洁净的 是一个和平的鸽子 降在他身上 所以父子圣灵的爱 在这一个 他们的和睦相处 我可以这样表达吗 他们的和睦相处 是光从这个洗礼 就看得出来 三一神不是整天有冲突的 为什么你老是说 都你说了算 三一神没有这样子冲突 父和子常常吵 只说我就是真理 道路真理生命 你听我的吧 这一次 没有 他们三位中间 没有这样的争执 是一个和睦 真正的和睦 父爱子 只爱父 只爱圣灵 我们刚才提到 以夫所书一章十节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 同归于一 也就是 有一天 所有的受造物 都要因着基督 与父神和睦 这是上帝永恒的旨意 已经写到最终点 人类最终点的一个答案 我们人有一天 要在基督里 与父神和好和睦 那 以夫所书 二章十三节 又提到了 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清净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并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既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变成了和睦 在这里他提到的是 外邦人跟犹太人 借着基督 中间所有隔断的墙 都被拆毁 律法中所有隔断 神与人隔离 人与人隔离 都被拆毁 在十六节说 既在十字架上 灭了冤仇 便借着这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上帝和好了 上帝与人之间的 这个仇 因为人犯罪的 这个仇恨 整个被解决了 与上帝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 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赶 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以福所仁 外邦人 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读同国 是上帝家里的人 也就是你被接纳 你与上帝是和睦相处 这个是上帝的本质 这是他的目的 他借着基督来 在人间 最后要完成的就是 我们再也没有 这种争执争吵 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和睦 这个和睦的根基 还是再强调一下 是一个十字架 是十字架作为根基 才能 也就是我们的福音 才能真正的 有这个和睦 我们在基督 这个我今天没有办法 太详细讲的 以基督福音为和睦的 这个根基 是我多年以来 不断地在强调的 我们在因着基督 对我的饶恕 我也对你饶恕 这个和睦 除了是上帝的旨意 他要完成的事情 他的本质之外 也是我们当中需要努力的 使人和睦 是一个 这八福当中 唯一真正的一个工作 前面的什么 谦卑的人有福 这些 后面的 为一受逼迫的人有福 都不是我们的工作 你不能自己去 为一受逼迫 它不是一个你的工作 可是这个 使人和睦 是我们的工作 this is something we must learn and must do 所以在这个工作上面 我把这个工作 我刚才提到这本书 Peacemaking 就有这几项工作 这字有没有点小 看得到吗 OK 首先来看两个极端 在 在碰到冲突的时候 我们通常有两个极端 第一个呢 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打回去 Attack responses 打回去 叫做peace breaking 对吧 人家打你 你怎么办 打回去 那打回去呢 就有三种打法 它就分成大概三个类型 一个是assault 是攻击 对吧 你攻击他 第二个是呢 我告你 法庭见 告诉你 谁怕谁 我跟你冲突就冲突 最后就是谋杀 告诉了怎么办 干掉你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极端 这是世人常用的一个极端 就是我们两个有冲突了 攻击你 言语攻击你 身体攻击你 想办法诋毁你 把你斗臭 在斗死你之前 先把你斗臭 反正就是把你搞的 让你很难活下去 再来就告你 再来最后 最厉害就是杀掉你 另外一个极端呢 在这里 叫做逃跑 或者这边很有意思 Escape 然后这边说 Peace faking 这个是peace breaking 这个是peace faking 假装有 叫做 假装有和平 对吧 这边是破坏和平 这边是 Pretend everything is ok 忍 怎么忍呢 首先是否认 denial 他有没有伤害你 没有 你有生气吗 我不生气 我猜不跟他一般见识 我不生气 没有 其实里头很气 是吧 真的叫做打冷战 就是 其他好几年了 但是没有 没有 不气 denial 假装没事 第二个就是逃避 你再问 他就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躲开他 每次碰到这个事情 躲开他 做这个人 你就躲开他 flight 逃避 最后最惨人的 就是suicide 自杀 这边是杀人 这边是自杀 常常我们所看到的 网上bullying 这个霸凌 孩子之间也好 常常 有的时候造成的 就是这个自杀 当一个孩子被bullying bullying 最后没有人 来解救他的时候 要么他就去买枪 杀人 要么他就自杀 大概就是在这两个 这个世人 世界上的人 都明白的两个极端 我们通常就是在 这两方面来处理 有的英文说 叫做fight or flight 我要么打 要么逃 打得过我打 打不过我逃 就是这两个极端 但是耶稣所说的 这个peacemaking 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呢 却在中间这个 而是 可能是最难的一个工作 使人和睦的有福了 peacemaking 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好几种反应 我们从最左边这边 再看的话是 算了 不计较 习惯了 never mind 真不计较 算了 老公每次回来 就要在家煮 算了 不跟他计较 或者老公说 好了 就再吃一餐外面 没关系 算了 不计较了 不想为这个而吵 not worth fighting over OK 有些事情是你 不值得吵的 对吧 也就是几十刀美金 吃一顿饭 最近长了一点 但是也就是几十刀美金的事情 就吃了一顿饭 晚上就可以好好的 夫妻彼此相爱 然后就没事了 对吧 何必谈买新电脑 跟你爱不爱我的问题 干嘛呢 not worth it OK 这就是我们在 很多婚姻的时候 有些很多事情 我们要学习的一个 是叫做overlook 算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 我可以直接讲 我是不喜欢种花的人 我觉得后面草坪 是平平地草就好了 她很喜欢种花 但是我就在那边算这一朵花 每年这样后面花了多少钱 就在那边 刚刚开始还有一些小冲突 每年至少后面 埋了一台iPad的那个钱 就在算这个东西 后来就发现 几百块买一个开心的老婆 值不值得 很值得啊 为什么不值得 怎么这么笨呢 为什么我这么笨呢 爱中花就照买 就才几百块美金 没关系的 老婆开开心心的 我有个开开心心的师母 让牧师好好的 It's wonderful 不值得吵 对吧 你自己再想一想 人生中有多少东西 是不值得吵的 Is it worth it 弄得你们两个累死 不知道在吵什么 心疲力尽 想离婚 这不就是几十刀美金的事情 常常就是这些事情 弄得你们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生活了 Exactly 不值得 OK 不值得 有些东西是真的不值得吵的 算了 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 新电脑就新电脑 他如果能开心的 上班就新电脑就新电脑 It's okay 就过去了 事情就过去了 再来呢 是比较难的 就是和解 OK 这就需要来谈的 嘿 刚才我们吵了半天 在吵什么 我们 我还是爱你的 你知道吗 知道了 可是你刚才讲话 那个态度我受不了 好了 对不起 OK 有一些和解的过程 这是reconciliation 我们和好如初吧 好了 刚才对不起 刚才讲话 不该这么讲 我不该用那个字 OK 英文叫做push buttons 叫做有开关 每个人都有开关 这个 他按那个开关就会爆 对吧 你就偏偏去按它 那个敏感词 老你去按它 他就哄 就道歉 I'm so sorry 刚才不该说那话 我知道你 我一用那个词 你就生气 I'm sorry 这事情跟那个无关 对不起 OK 这是和解 两个道歉 和解 我们 和好如初了 好吧 我们还是相爱的 对 我们还要白头邪导 Yes 和解 OK 再来中间 就比较难了 叫做negotiation OK 开始商量谈条件 你们的冲突 已经到个程度 不是一个和解 或者是道歉能结束的 就像刚才那个Frank 他不愿意搬出来 你就一定要那个房子 想要卖钱 他就不愿意搬 这不是说你道歉 我道歉 好了 刚才我不该拿球棒 好了 我刚才不该hold你 可是他还是不想搬 你就需要negotiate了 这个时候开始来 OK 你到底 或者夫妻之间也是可以 有一些negotiation 这个你OK吗 这个 我们这样子商量后 可以吗 你能接受吗 我们两个都很强烈地 有这个立场 但是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可以吗 这是夫妻可以 或者任何冲突中间 可以有的一个negotiation Let's talk about this 你让一点 我让一点 但有的时候会negotiating 当然我也会出错 就是也会 每次都是我让 也有这个问题 那就叫下一步了 OK negotiation失败 就得到中间的这个 请中间人调解 mediation OK 这个时候夫妻之间 就是请辅导 婚姻辅导的时候 坐下来谈一下吧 你们两个怎么 一下拍砖头 一下打球棒的 坐下来聊一下吧 请一个中间人来调解一下 OK 请 刚才那个Frank 跟他的那个Joe 请牧师来调解一下 到底怎么办 我们的朋友们 有没有什么办法来mediate 来找出一个 对吧 是吧 他都是他在让你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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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也没错 就是有一种这种的 调解的过程 这个再失败 就进入了仲裁了 对吧 仲裁可能 可能就是有一个 这个比较强烈的 这个 也许还不到法庭 但是有一个比较强烈的 authority的figure 可以说 这就是你错 你该捣钱 或者什么 有一个仲裁 他不再只是 调解 的确有人犯罪 的确有人 该认错 有一个仲裁 arbitration 这个仲裁呢 常常就会进到负责 跟赔偿 跟悔改 accountability 也就是 如果你在这几个 时间之内 你没有做到 这样子的调整 跟悔改 那我们就必须有 这样子的 或什么的 这个决定 产生的是 也许是分离 也许是最后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 不管是任何的冲突 会有这个 然后我们 记得到这里 都还没有越界到攻击 所以 这条线不要跨过去 这条线也不要跨过去 这是我们可以 在这两者之间 两个极端之间 基督徒的 peacemaking process 所以 Matthew Henry 这个解禁家也说 这个peacemaker的工作 是很累的 没有人喜欢这个工作 但是却是上帝之子 他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因为上帝 喜欢这个工作 他希望人 他期待人 期望人 活在和睦相处的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知道 倒不是每一次 都有最好的结局 都能够和解 但 这是我们想要 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最后都能够达到一个 真正的和睦相处 彼此相爱 所以这四个 这是一个所谓的 我们整个和睦相处的工作范畴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一些方式 如果说把上帝的爱放在我们心里边 是不是最终解决的办法 我想这整个过程里面 都可以放上帝十字架的爱 在这中间的所有过程里头 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可以说 上帝爱我 上帝爱我 上帝爱你 上帝爱我也爱你 都可以有这几个过程 这是我们整个刚才所说的 以福音为本的一个和睦的真正的根基 是十字架 上帝既然饶了我 我也可以学习彼此饶恕 就这一个过程 从这个算的不计较到这个负责悔改赔偿 都可以还是有上帝的爱在里头的 好问题 好问题 有没有别的 这是理性上的 我们可以承认 可以接受的 当然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要完成这个和平的工作 或者是peacemaking 使人和睦的工作 至少有四个重要的 所谓要考虑的部分 四个重要的成分 第一个 在所有的选项里面 有一个中心目标 或者最终目标 就是荣耀神 最后 最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当别人看到我们两个争吵之后 能不能在我们身上 看到神的荣耀 能不能看到我的家庭 我的教会 我的公司 我的人生 是有一个 你们基督徒好像不太一样 就像刚才那个 旧的儿子 对吧 这个一定是有上帝 爸爸才不会干这种事 能不能在这整个过程中里面 看到上帝的荣耀 或者别人看到你跟无神论者 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要讨回公道 是 当然上帝是有公道的上帝 但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有没有人 别人 看到我们的时候发现 这群人是不太一样 是不太一样 他们好像有 真的有上帝在他们当中 这是我们人生的起点 终点 这是上帝的 所要求的所有的目的 是要使祂得荣耀 是我们和睦相处 使祂得荣耀 这个威斯敏小教理问答说 人生的首要目的 就是要荣耀上帝 并以祂为乐 直到永远 我们活着有一个 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的和睦相处 不是为了和睦相处 而和睦相处 而是最后使上帝的名得荣耀 格林多前书10章31节 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了荣耀上帝而行 一起是来 使上帝的名 上帝的名在我们当中 得到彰显 得到荣耀 所以第一个 这个和睦的工作是 荣耀上帝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个呢 是要拔出自己眼中的良目 这个是耶稣 我们以后会再谈的 也就是在这件冲突上面 有没有我的责任 耶稣说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这是一个耶稣讲的笑话 有点冷笑话 但是的确是一个笑话 有个良目插在你眼睛里面 然后说人家有刺 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所以在所有冲突里面 有一个部分叫做 我有沒有假冒为善的部分 我有沒有很虚伪的部分 这是可以 我们可以自己 为自己的部分而承认的 也就是所有的冲突里面 我们都说 有一句话叫做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不可能只有全部都是他错 也许我有10%的错 20% 30% 40%是我的错 OK 他比较错啦 但是 我有10% 每一场冲突里面都有 多多少少 我们有些东西是 也许我先改这个好了 所以有一个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先为我自己的错道歉 OK 也许他刚才那是不对的 但是我对我为我自己 所做的事情道歉 你没有办法修改它 你没有办法改变它 但我可以改变我自己 我可以先说 呀 我这上面还是有点责任 对吧 这个我自己也许真的就是懒 我自己就是自私 我真的就是不为人着想 我真的就是等待对方服务我 然后我自己就喜欢 把责任归给对方 我就是希望人人都服侍我 我不服侍人 也许我里头有一些东西 造成我的冲突的起点 这是耶稣所说的 先把你能修好的部分修好 你也许没法改变它 但你可以先改变我自己 我至少以后 不要用这个方式来回应 而不是继续地像刚才那个冲突 你打我 我打你 夫妻中间不断地报仇 你这次好逼我出去吃餐馆 下次我看我怎么搞你 这种恶性循环 不断地这样子搞下去 要我在家煮清淡是吧 喝水吃面包 这种的不断的恶性循环 就是再报复 对吧 就是你弄我 我弄你 我们看能不能弄到哪一年 但是冲突里面有一个部分 是我自己的部分 我自己可以先改变 也许我真的没想到你的 没考虑到你 我可以改我自己的部分 以后那个新电脑的问题 以后再谈 但是 对吧 先把这个我能改的这部分 先改掉 所以第一个是要荣耀神 第二个是拔出自己眼中的良目 第三个是温柔的劝戒 修复关系 在加拉太书 我好像漏掉一节 我自己漏掉一节 在这里加拉太书六章一节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就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也就是我们特别是在调解的时候 在调停的时候 或者是在跟对方在谈的时候 要有温柔的心来谈 换句话说就是 不要得理不饶人 不要每次都用 I told you so 这几个是最让人生气 就是人家已经知道错了 你还在那边伤口上撒盐 对吧 英文叫做rub it in 不但撒盐 还要把它揉进去 就是rub it all in 我就告诉你了吧 你看 就是伤口撒盐 不要这样子 OK 你点到就好了 点到为止 他听到了 OK 父母跟孩子也是这样 父母跟孩子冲突 常常是父母犯的错 就是在这个 我们得理不饶人 孩子犯错了 你看你看你看 我早就告诉你 I told you so 然后就揉啊 揉他进去 他已经知道了 已经学到教训了 It's OK 帮助他 恢复他 他有一个叫做 把他挽回过来 How do you restore him 你怎么让他重新站起来 而不是把他再压下去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常常在 在处理冲突的时候 终于我赢了 那种Vindication 我终于炒赢了 你看牧师站在我这边吧 你看 牧师就说我对你错 你改 可以有一个 温柔的挽回来 而不是那种 终于这是我对了 那要有这个温柔呢 是需要有勇气的 因为你温柔 有可能被人家再踩一次 对吧 可是你温柔的时候 一颗心却是说 上帝 我是上帝的孩子 我的 我的security 我的这个个人的 价值 是从上帝而来的 我不会因为你 对我的看法 不论是妻子或丈夫 有的时候丈夫会觉得 妻子不尊重她 有的时候妻子觉得 丈夫老是藐视她 但我对我个人的价值 不是从你来的 是从上帝来的 我有一个很稳定的价值 自我价值观 是我是上帝的儿子 我是上帝的女儿 然后我可以学习 用上帝的态度 来温柔地跟你 来restore这个关系 来恢复这个关系 所以第一个 我们需要记得要荣耀神 第二个我们要记得 是要拔出自己眼中的梁木 第三个是温柔地恢复 对方和对方的关系 第四个是 在最好的情形下面 能够达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reconciliation 和睦 能够彼此相爱 所以罗马书这边也谈 我们要追求和睦的事 并建立德行的事 能够常常地活在 这和睦的生活中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于众人和睦 if possible so far as it depends on you live peacefully with all 有对方不愿意和好的时候 的确是 有的时候对方真的不愿意道歉 不愿意赔偿 对方不愿意做和平之子 对方不愿意做上帝之子 那你之后祷告后 让上帝去审判他 你也真的没有办法 在这个时候 基督徒在民事和刑事的案件上面 特别是当对方不是基督徒的时候 真的需要法院介入的时候 可以按一些特例来处理 但我们若是能行 as long as it depends on me 我做我的部分 我来跟人和睦相处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讲另外一个故事 这书里面的另外一个故事 有一个马可牧师 有一个牧师叫马可 他终于有机会讨回公道了 他坐在教会前面的位置上 准备与长老们好好的 来申诉他的不公 讨回他的公道 因为在六个月前 这群长老们拒绝支持 马可牧师晋升为主任牧师 当马可牧师在会友大会上 被人诽谤的时候 这些长老们也默默地站在一旁 不说话 最糟糕的时候是 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多次 这些长老们在多次 在他背后议论他 然后对他填补即将退休的主任牧师 这个职位表示怀疑 大概不行当主任牧师 在这几个月的紧张局势后 不断地升级 长老们终于请来了一位 这个Peacemaker的Ministry 写这本书 他们有一个团队 来调解他们教会中间的这个问题 在这个两次 在每一次都三天的这个访谈 访问之中 这个调解员就向会众传讲和平和睦的方法 促进的讨论 个人讨论 并且鼓励马可和长老们能够树立 为教会树立榜样 承认他们在这问题上面所做的一些错 但是呢 马可牧师就没有办法放下他的看法 他认为长老们对他一再犯下的罪行 远远超过了他的少数错误 那这第二轮的这个周末会议呢 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个和解会议 长老们要向会众 准备要集体向会众 忏悔他们的错误 长老们要出来认错 按照这个调解员 然而他们准备这个认错声明呢 马可已经先看到了 他跟他的师母看了一下 觉得这个认错声明 并没有真正的认错 心中还是很不爽 大会开始的时候呢 一位调解员先讲了一篇短讲 关于圣经里的十字架的和解的信息 讲完了以后呢 跟会众解释 他这次会议的目标和形式 然后就把他这个话筒 给了长老团的主席 长老团 这个主席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声明 承认长老们在几个方面 在这几个月里面呢 有几个方面对不起马可牧师 然后这个长老直视着马可跟师母 说我们对你们两个犯的罪 造成你们心中巨大的痛苦 我们非常抱歉 这长老眼中有泪水 和他的声音呢 可以看得出来 这长老是真诚地在道歉 然后另外长老也站得出来 也承认自己的罪 也请求这个马可牧师 和会众的原谅 第三位长老也这样做 调解人本来以为 就是这两三人发言 但不久之后 九位长老团有七位站出来 将他们个人的忏悔 补充到这一个 宣读的声明中 这时候马可牧师坐在前面 他的思想在斗争 他仍感到愤怒和受伤 但长老们的话 已经使他自己 心中的高墙 已经出现裂缝 这个时候师母觉得 牧师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来整理他的想法 所以师母先站起来 拿着话筒说 他转身跟长老们说 我今晚来到这里 本来是要打算你们大家 对马可和对我的伤害有多大 但在这过去几分钟里面 上帝让我看到 我是多么的错 我终于明白 主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里面 谈的爱弟兄的这个教导 一直想告诉我的事情 我借着不肯放下的仇恨 几个月以来 我一直在心里面谋杀你们几个人 师母也蛮诚实的 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 他说我这几个月都在谋杀你们 我比你们更有罪 我现在原谅了你们 我也恳求你原谅我 然后这师母就走回自己的座位 但他脸上就感受到他 他心中已经得释放了 他心中的苦毒已经被洗掉了 已经得自由了 这时候当然就换马可牧师要上台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 慢慢站起来走向这个台前 他心中的征战已经达到了极点 他可以选择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坚持自己的愤怒 报复长老们 或者他可以选择宽恕他们 和承认自己的错 可是他发现他的情绪太高涨 他两个都说不出来 就是卡在那儿 他做了简短的祷告说 主啊请帮助我 当他来到话筒前的时候 他祷告着 然后他的手把整个笔记就掉在地上 他转身过来说 他讲了一些他那天没想到要讲的话 他说我的师母刚才所说的是错的 他不是罪有罪的人 是我是罪有罪的人 作为父牧师 我应该树立一个谦卑和顺服的榜样 我本来应该相信上帝会通过长老和会众 会选择这个教会的下一位主任牧师 会有他的带领 我本来应该相信上帝的带领 但相反的 我让我的这个职位的渴望控制了我 所以我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抬高自己 当人们对我的能力提出诚实的关切时 我就很defensive 我自圆其说 我对人们在我背后的议论感到愤怒 但我又做了完全相同的事情 我没有去和那些错坏话的人交谈 而是避开他们 刚才这个图上面 有一个避开 我没有真正去处理这个和平问题 我躲开他 denial 逃避 我避开他们 我沉浸在我的仇恨中 甚至当有些人请求我的宽恕时 我也拒绝宽恕 他说作为你们的牧师 我失败得很惨 最糟的是 我把师母也拖进我的苦毒中 所以我说 我请求上帝的宽恕 我也希望他给你们恩典能够饶恕我 然后长老们就一起站起来 拥抱着马可牧师 他们伸出手来 把师母也拉进来 过了一会儿 他们身后传来另一个声音 就是有一个会众 有一个老人 老弟兄也站在前面 他也要承认他的责任 他的罪 在他讲完之后 另外一个姐妹也来到麦克风前 也承认他的罪 他们讲完的任最后都感到了平安 然后一个一个的人 四五十分钟 一个一个人上来承认自己的罪 毁谤分裂和心硬 每个人都诉说了自己的罪 最后整个会中都安静下来 最后这个调解人 这个团队的成员就说 我们 我最后要宣告 上帝已经赦免你们所有人的罪 这个调解人就结束了 这个会议 弟兄姐妹们不断地在那里 有很多美好的交谈 我们不知道后来这个牧师 这个故事如何结束 但这是上帝的心意 我们在我们的争吵冲突里面 能够找得到和睦相处的方法 这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这才是上帝的儿子 这八福九福谈的都是 近天国人有的一个生命的特质 所以我说是一福 其实是一福 是一个天国的福 但我们在今天 我们可以来学习 效法基督 这是我们可以 这是这八福里面 唯一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 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 主我们从小学的就是 打回去 或者逃跑 但我们不太知道 什么叫做和睦相处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 使人和睦 主圣灵 你求你充满我们 给我们首先有这样的力量 看到自己的罪 承认我是有罪的 我有责任 我该道歉 我在这世上并没有 完美的一个处理 主求你 给我们有这样的平安 因为知道我们是你的孩子 虽然我们道歉 你不撇弃我们 虽然我们有罪 你还爱我们 让我们在这样十字架上的爱 在这一个根基上面 在这个温暖上面 我们可以学习彼此 饶恕 饶恕自己 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我也让我们犯罪的人 真正是在这世上有错的 愿意挑起责任来悔改 来弥补 来补偿 来做各样的 使关系恢复到最完美的过程 这是你要我们有的生活 这是天堂的生活 这是父子圣灵的生活 祝你也要我们基督徒在地上 能够享受这种生活 祝你帮助我们 从我们的家里开始 我们为我们的夫妻 之间的关系祷告 祝我孩子真的是 恳求你 让我们每一对夫妻 都学会这个功课 让每一个家庭里面 虽然有冲突 但知道如何来解决冲突 如何来处理 我们当中 有些是该吵的 有些是不该吵的 有些是我的责任 祝你给我们每个人 有这样的智慧 帮助我们在教养儿女上 有这样的智慧 分辨我们哪些冲突是值得的 哪些是不值得的 分辨我们的处理方式 对孩子的教养方式 有哪些是超过的 哪些是应当的 祝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 让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教会 甚至我们的人生 都有从主你来的这样的和平 我们也诚会也承认 有些时候 我们需要怜悯人 饶恕人 他永远不悔改 他永远不肯 不肯改变 祝你求你给我们 有这样子的恩典和怜悯 先学习心里的饶恕 先从你那里得到安慰 而来面对每天的生活 因为主我们知道 最后你会审判 你的确是公义的上帝 你最后会给我们一个公平 公义的回答 谢谢主 愿荣耀归给你 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反射出你的荣耀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